记者消防起台北报道,斗志孔和老婆维维登记八年,首度公开合体,初级新海城特展,展内有一处樱花纷纷落下的场景,相当浪漫,维维笑说站在那边,一直幻想在拍婚纱,一望之下才发现两人既没艳客,也没拍婚纱,对此,斗志孔解释彼此对于这些繁文入节都有共识,维维也跟着扶唱扶随, 表示每次取录音或户外踏青都会拍属于自己的全家福照,但也小小提到之前,看到好友丁文琪和林佑嘉在日本的婚纱照和婚礼有羡慕一下,还好后来还是回归做自己。 两人首度公开受访期间,斗志孔在讲述育儿经或一些天马行空想法时,维维都在旁用爱心电波紧盯着老公,不难想象两人幸福生活。 过去斗志孔被问感情时都已单身带过,之前儿子大福还没出生之际,他也说绝不公开儿子照片,与现今大聊家庭生活大相征庭。 微微笑说过去两人去东区逛街,他会下意识甩掉斗志孔的手,不敢牵手,反而遭亏有偶包。 斗志孔则说有了大福后,想法改变许多,我们有更好的能力可以散播爱,让大家看见如何教育孩子,希望减少虐童事件发生。 此外,斗志孔主演的舞台剧《庄慈兵法》将于本周五六在台北城市舞台加演,微微之前首演时已去看,他说若是不用带孩子的话,自己还想再看一次。 后回末第一次去看的时候,没带卫生纸,斗志孔主,陪老婆微微参观新海城海外首战特展,记者潘哨堂社。